看见比亚迪这新车的尾灯了吗 你说我还买什么帕拉梅拉呀 比亚迪现在新车真的是 出一款火一款出一款火一款 而在上海车展上呢 他们带来了两款全新的车型 海洋网一款 网场网一款 我们先看网场网的这款车型 送L概念车 这款车现在还是一个概念车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线条 尺寸和基调的设计 肯定已经是完全定型了 概念主要是像电子后视镜 或者是一些很激进的 这种运动化套件的设置 可能在量产车上会有一些变化 比亚迪官方定义这台车 是一台猎跑SUV车型 的确现在来看 猎装车轿跑车SUV的元素 都是非常齐全的 特别是这个车尾 尾灯的设计 真的有一种 帕拉梅拉SPORT TURISMO的感觉 这个时候稍微自恋一下 回扬起了19年 在德国驾驶帕拉梅拉的 猎装旅行车那一段 非常愉快的自驾游经历 当然那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开的是厂家的试驾车 而比亚迪的SV一款车 可以说把一些年轻人的梦想 照进了现实 刚才说了 在这台SOM L的概念 车上其实有很多运动化 激性的细节 包括前面的一个前产 后部的夸张的扩散器 还有一个分体式的尾翼 这些我觉得在量产车上 可能会在顶配的型号上出现 但是总体来看 展现出这么运动的 一个设计细节的话 SOM L量产的时候 应该也会主打一个 运动化的概念 和运动化的外观 现在这台SOM L的尾标 也简洁化了没有Builder Dream的字样 而是比亚迪的三个字母 而且在这台车上 其实已经官宣了 会搭载现在热度非常高的 比亚迪刚刚推出的 云点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我们目测这台SOM L概念车的尺寸 和已经推出的腾式第七 是非常接近的 如果你更喜欢这台SOM L的设计的话 不妨再等等 比亚迪说了连累 它就会上市 海洋王的新车 则是这台去除键07 是搭载了DMI系统的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其实单车的内容已经上线了 大家已经看过了 这个内容里面 讲一些在单车里面 还没有提到的东西 这台车的整体车身尺寸 其实是和比亚迪汉非常接近的 但是略微小了一些 官方的定义 它是一个B加级车 用B级的定义的话 绝对是一台非常大的中性轿车了 毕竟这台车 其实已经公布了 它的价格区间就是20到25万元 所以如果是25万左右的预算 要在海洋王的系统里来选的话 纯电车型就是海豹 而DMI超级混动车型 就是这台驱逐舰07了 而如果是在比亚迪的 两个系统里来选的话 那么和它对应的就是比亚迪汉 并且昨天的内容已经说了 虽然这台车 今天我们是看不到类似的 但是我认为 这绝对是一台 已经完全定型的新车 比亚迪有一个非常流的能力 就是虽然大家觉得 它现在有两个网络 而且出这样 其实在细分市场 差距并不灵显的车型 有没有自己抢自己市场的感觉呢 我觉得答案是没有的 他们居然每道菜 都做出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销量提升到7万 这是我非常佩服比亚迪的异点 自主品牌 特别是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型 这两年凭着设计和技术 已经彻底在销量上起飞了